水里香峻坑村伯公主庙每年圣诞的时候 地方都会办理挑水活动 更是地方的盛事 而在地方向水宝局争取下 目前第一期的水塔工程已经完工 先议员王秋处也前往关心 原来我们说要做柴位 后来现在如果说设计变更的话 我们也想说以后 以后如果说可以把 可以用人员上去 我们想说配合这个景观 以后来做个音乐会的一个欣赏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配合一个客家文化的元素 然后配合这个赏鹰的季节 然后配合整个大地加荣物景色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漂亮很好 地方也表示目前水塔已经完成 希望能够配合地方观光 来针对水塔做彩绘或者是浮雕 对这个是储水的作用 这里有100吨 然后这个水又配合 我们就可以往那个伯公主庙那里 然后配合它的圣诞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来使用挑水的这个礼 客家的遗俗 客家的遗俗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军家 北公廟这里 因为第一期的工程团也已经来做好了 秋树在我们的北公廟那里 来盛出到我们的水塔 这个差不多100栋的水塔 现在也已经来完工了 因为汪秋树也表示将会极力争取打造地方的观光亮点 今天要再来建筑第二期的部分 就是因为要把水塔做到我们的浮雕的设计 让它呈现到我们的地方上不一样的造景 可以出生我们的地方的观光 让我们的乡亲来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这个水塔 这里不一样 可以形成到我们的地方的一个地标 让我们的乡亲来这里 剃头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感受 说水塔也可以能够造景的这么的漂亮 让我们的艺术呈现了呢 前后再会看过相关单位能够了解地方需求 并协助美化水塔的外观 打造观光新亮点 记者邱品逸水里采访报道